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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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承着兵写兵 兵演兵 服务基层 服务一线的方针 平素每天闻鸡起舞 吊嗓练功 还练走台 每年用大量时间深入边防 风滩露宿 拔山涉水 奔赴一线慰问士兵 提升士气 并经常到地方电力 林业部门慰问演出 所到之处 军民家到欢迎 挪鼓宣签 丹石湖江 倍感荣光 演出前军民帮我们卸车台道去 演出众观众长声雷动 多个节目多次返场 一再加演 演出后 观众拉着我们的手 虚寒问暖 久久不肯离去 此情此景 今天回想起来 还激动万分 路途中 我们乘车翻越过著名的高黎贡山 横跨了鹿江铁索大桥 在乎 跳峡旁和影流面 与带族群众共度泼水节 饱览了七彩名男的秀丽风光 欣赏了祖国的大好 河山 军队文工团演出照部队宣传队要求人员要一专多能 握入五头两年 也是满腔热情 积极追求进步 非常虚心地向老同志学起 在演员班从事曲艺说唱 歌舞戏剧 在乐队班吹小号 还搞点创作 一段时间还专职四目 甚至还当过吹试班上试 每天干尽十足 乐此不疲 与剧中的刘峰那样 积极学雷锋 大做好人好事 每天拿着大扫帚 将饭堂 舞台打扫得干干净净 长途拉链中还帮着战友洗衣服 刷鞋子 忙得使不易乐乎 可能是表现过大 使得一些战友说我动机不纯 现在想来也真是好笑 韩列演出之余 也有一些意识回想起来饶有风趣 宿舍窗外就是我们的菜地 红彤彤的西红柿又大又圆 晶莹的露水点缀在上面 令我们垂涎欲滴 气灯号吹过 我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实在是按按捺不住 偷偷从窗户爬出去 捏手捏脚来到菜地一番扫荡 草草清洗半上白糖大块朵椅 军队文工团聚照每年一次的实弹射击 是我们男女兵最开心的时间 虽然每人只有九发子弹来进行一百米沃兹的考核 但大家平时利用各种手段都能搞来不少子弹 所以考核后就有了大家自由发挥 充分享受的机会 但显像还生 有几次差点亮成大火 一个女兵把偷偷搞来的三十发子弹 全部压进冲锋枪弹架 固定在连发上扣动扳机 她没有把枪拖底在尖头 起了枪声响起 强大的后座力 使她无法控制 枪口来了个九十度大逆转 直接对着我们在旁边观看的人群 吓得教官大惊失色 一个箭步冲上去将枪口抬上天空 幸好这时 三十发子弹 一泻如柱全部打光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的战友 把演出时用的空包弹偷偷藏上一些 对准枪声惊扰出来的 老鼠大开杀戒 一时间血肉模糊 尸横遍地 还是那个打了三十发子弹的女兵 在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时 由于紧张过度 出手的手榴弹竟扔在了身后 支支冒着白烟 而他竟然目呆呆地站在原地 先军一发之际 一个男兵飞起一脚 将手榴弹踢向远处 然后猛地扑他身上 化险为夷 事后 女兵羞得战红了脸 教官大发雷霆他妈的 你还脸红 没要你的命就算便宜了你 而我们这些青春年少的男兵们 纷纷围上前去 问那个健毅勇为的男兵 趴在女人身上是什么滋味 嘿嘿 那时的男女兵们 正逢青春年少 血气方刚 和耳蒙大量分泌 男男女女在一起朝夕相处 难免秋波贫送 心生情愫 但部队有着严格的规定 战士绝对不能谈恋爱 若有违法 坚决严肃处理 一个业务水平很高的老班长 因和一个女兵要好 被发配到了条件艰苦的步兵团 一天晚饭后 教导员把我和安平 还有一个贵州兵叫到队部 交给我们一个光荣的任务 在女兵宿舍前站岗 说在我们入伍前 有一个会武功的老兵 因和女战士谈恋爱 被发配到基层部队 白天有人在市里见到该人 估计他晚上会和女战士约会 让我们阻止 因为该男兵会武功 怕我们招架不住 每人发给我们一支步枪 十发子弹 如果动起手来进行自卫 我们三个人藏在女兵宿舍门前的东清科里 心惊胆战 可怜兮兮的猫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早上 人猫不见一个 幸好那个老兵没来 否则可能会枪声响起 女兵那时在部队非常稀罕 连队操练时 一个女兵走过去 简直是众人瞩目 可怜那些男兵们眼神追随着女兵 伸长老脖子 咽着口水 目呆呆地看着女兵远去 气得连长大骂 妈的 我没有喊向右看 你们的眼看到哪去了 所以 女兵们深陷了解自身价值 罔顾部队 严格规定 把肥大的七一室的确梁军俗改得非常合体 凸显出了女性的曲线美 使对领导大为光火 被政治部首长好一顿黑 坦率地说 那时候 部队管理甚严 当时 我们是有一个副科长去地方三指两去 和地方上一个女同志发生了关系 被部队紧急召回 做了严重处理 他的忏悔录一个单位发了一本 大家蜂拥而上 抢着一肚为快 西灯后 有的人打着电筒 在被窝里阅读 其中有些敏感地方的文字 还被人打上了标记 战后 在九二团一个烈士的遗物里 发现了一本爱情小说的手抄本 那个烈士本来可以平上战功 就因为这个手抄本 使他与追寿的战功师之交递 实在可惜 在那个物质匮乏 精神背负着枷锁 英雄都是高大上 不识人间烟火 永远戴着一张坚毅表情面具的年代 有人为看笑量的女主角 竟把海霞那个电影连续观看了十几次 现在 想来也真是好笑 当年我们文工团的剧照片中 那场文工团的散伙饭 简直是我们军宣传队的翻版 我于1976年12月26日 军宣传队成立时调入 1978年底 部队进行紧张的战前动员 当时风靡滑下的话剧余无声处 我们才演出了不几次 我在剧中饰演何为 是一个重要人物 正准备下部队巡回演出 但接到命令解散 女兵去野战医院 男兵去主攻团 我们这些天南海北 汇聚到一起的战友们 到了生离死别的关头 大家眼含热泪 慷慨激昂 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满满一碗酒如同喝凉水 每每一眼而尽 到最后 男男女女都喝得鸣顶大醉 有的哭 有的叫 有的喊爹叫娘 重战友哭天喊地之际 来了一个军区首长的警卫员 他武装戴上佩戴着一个轻便枪套 那种枪套其实就是细细一根皮带护着手枪 我宣传队一个合多的男兵 亮亮向向跑过去 一伸手挣脱枪带 将手枪掏出 像电影上我武功队员那样 把枪的大腿伸一蹭 屈伸将枪口近距离对着我的额头 就要扣动扳机 先军一发之际 一个宋氏战友说 空枪不能对人 部队有纪律 空枪也不能对人 恐撞针飞出伤人 旋即一手将他胳膊抬起 平 枪声响起 一股刺鼻的硝烟弥漫开来 子弹打在我头顶约三十来公分的墙上 嗖的一声不知飞往何处 那战友吓得把枪一丢 抱头鼠吞 众战友鸦雀无声 目瞪口呆 这时我的酒也醒了 吓得浑身冷汗直冒 谢天谢地 要不是宋氏战友眼急手快用手一挡 估计我肯定去见马克思去了 出师为洁身先死 要是死在战场上还能算个劣势 要是这样糊里糊涂的死了多么不值 事后得知 军区首长的警卫员 为随时准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平时都是子弹上膛 保险打开 将手枪击锤置于安全位置 而那个战友在大腿上一蹭 击锤顺势张开 扳机扣动 自然就会激发 散伙饭吃过 第二天一早 我和我的战友们各奔东西 我本来也要回到步兵团 但不知哪个首长发话 说是宣传队很多物品需要交接 所以就留在了军机关 我和战友们陆续奔赴前线 南兵在一线部队冲锋陷阵 奋勇杀敌 女兵在野战医院就死扶伤 看护伤员 我在军服录收容所收容战俘 无一贪生怕死 畏缩不前 都在为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 宣传队不少战友荣立战功 无一牺牲 比起那些在前线英勇捐续的战友们 我们兴莫大焉 观影立志 不忘初心 让我们铭记历史 牢记英雄 虽芳华已逝 但报国之志长存 紧坐卓文 与军共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